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套是108个平方的三家一房 两厅两位的户型 首先进门的左手边这里是可以做一排鞋柜的 然后右手边这里是厨房的位置 可以看一下这个厨房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右边这里的话是那个操作台的位置 就抽圆机灶台呀这些 然后消毒网柜洗菜盆 然后这里是有个窗户的 这是个名厨 可以看一下 通风都比较好的 然后再过来的话就是餐厅 参客一体的这套房 可以看一下整体感觉还是蛮大的 然后等一下我们去看客厅 然后在餐厅的后面这里是做了一个小房间 这个房间的话 它是可以就给小孩练练情看看书的 然后窗户打开的话 直接跟客厅的阳台是南北对流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客厅 客厅也是比较宽 客厅的话是去到三米九的一个宽度 然后阳台的话 它也是一个朝南的阳台 景观也都是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放了洗衣机 然后可以洗衣服晾衣服的 可以看一下 现在外面都在建 然后这个阳台的话 它也有一米一米六的这样一个宽度 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体客厅跟阳台的客厅跟餐厅的感觉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房间 首先这边左手边的话是一个客卧 这个客卧的话也是做的全景飘窗 可以看一下 这客户还是比较大的 这边可以放衣柜 然后再过来的话 这是一个公共卫生间 一个工卫啊 做的是干湿分离的 非常方便 然后这边是洗衣台和禁柜 而这些禁柜都是可以打开的 里面可以放一些生活日用品 然后我是珠海异乡地产 拒绝转发和盗用我的视频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儿童房 这里是儿童房啊 儿童房的话也比较大 这里没有摆船 摆了个小沙发 非常温馨 然后自己摆个船 啥的都是非常方便的 而这边就是主卧了 主卧的话是全景飘窗 一米八的船 然后这边还做了一个小衣帽间啊 然后这边小衣帽间啊 非常方便 然后这里的话是卫生间 卫生间这个飘窗都比较大的 而且主卧可以做到南北对流的 这是洗手台啊 金柜也是一样可以打开的 可以看一下 这套就是那个108个房的 三加一房啊 然后有两个卫生间 两个客厅的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给我点个小红星 谢谢大家